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 你真好 这是封面,这是书名 你真好 封面有什么呢? 封面有一只大恐龙 好,我们看看去 以前,以前,很久以前 有一只粗暴,霸道,狡猾,任性的恐龙 看上去,这个恐龙好可怕哦 天哪,这只恐龙走过的地方 树也断了 别的小动物都吓跑了 哼,跑往哪里跑 一群胆小鬼 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脚 咬你们的耳朵 说完,霸王龙眼里露出了凶光 救命 哼,哼,什么救命 谁会来救你们 喂,这么慢慢的,可会被我抓住的哦 嘿嘿嘿 小龙们拼命的跑啊跑啊跑 可是,他们跑到了 咸崖边 嘿,这回你们完蛋了 霸王龙一步一步的逼近小龙们 你们再也跑不掉了 哼,看你们怎么办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 轰隆隆,悬崖忽然,塌了 小龙们都跳到旁边的树上 可是霸王龙却 哦,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 噗通,哗啦啦 霸王龙不会游泳 虽然他拼命的挣扎 但是,咕噜咕噜咕噜 一转眼,就沉下去了 一转眼,就沉下去了 憋,憋死我了 我一直欺负大家 干了不少坏事 但是,肯定不会有人来救我 难道我就这样死掉吗 就在这个时候 霸王龙的身体,忽然被拖起来了 一种他以为是岩石的东西 猛推着他,一直一直往上 不一会儿,哗啦 霸王龙猛地被甩起来 后被撞到地上,昏了过去 刷啦,刷啦 霸王龙醒来的时候呢 觉得有人在后面舔后背 你是谁,我可不好吃啊 吃你,哈哈,我是薄片龙啊 我帮你舔舔 你的伤口就会好的 是你救了我吗 为什么救我 因为你刚才喊谁来救我啊 薄片龙笑着说 霸王龙看着他 觉得很不可思议 谢谢,谢谢,谢谢你 霸王龙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谢谢 当他说的时候 心里忽然暖暖的 这时候,咕噜咕噜咕噜 霸王龙的肚子叫了 饿了吧,你等一下 薄片龙到海里 给霸王龙 掀了很多很多海贝 嘎嘎嘎嘎,好吃哦 我第一次吃这东西呢 那你平时都吃啥 我,我吃肉 不不不,我吃红果子 霸王龙不油的撒了个谎 混果子好吃吗 嗯,下次我带给你吧 咕噜咕噜咕噜 你的牙齿和爪子那么锋利 你一定很厉害吧 对,我很厉害 宝片龙伤心地说 海里有很多厉害的家伙 但是他们很粗暴 老欺负我 我背上的伤啊 就是那个粗暴的家伙给咬的 居然还有那么坏的家伙 不喜欢欺负别人 我最讨厌霸道的家伙 霸王龙又杀了个谎 对了,听说陆地上有一种很可怕 很粗暴的恐龙 叫霸王龙 是吗 霸王龙心里一惊 我不知道什么叫霸王龙 宝片龙盯着霸王龙说 能认识你这么好的恐龙 真是太高兴了 你真好 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呃,对 你呢 有朋友吗 朋友 我没有朋友 宝片龙说 没关系 那我做你的朋友 明天还在这见面吧 和宝片龙说了再见后 回家的路上 霸王龙心里一阵一阵的疼 为什么他心里疼呢 小朋友想一想 第二天 霸王龙和宝片龙 在海里水浅的地方散步 霸王龙抓着宝片龙的尾巴 一边听他讲 大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 第三天 他们又见面了 霸王龙就背着宝片龙 游览了陆地上 各种各样的风光 从此以后 每天每天每天 霸王龙和宝片龙都要见面 霸王龙想 永远永远和宝片龙在一起 永远永远在一起 有一天 霸王龙去摘红果子 正在树丛里睡觉的小龙们吓了一跳 是霸王龙快跑 可是霸王龙看上去有点古怪 他笑眯眯地摘着红果子说 别害怕 我摘红果子马上就走 哦 小龙们都吓呆了 静呆了 霸王龙摘着好多红果子 向海边走去 哦 霸王龙大声吼叫 但是宝片龙没有出来 怎么了 霸王龙抱着红果子 等啊等 太阳下山了 天黑了 哗啦哗啦 宝片龙慢慢地游过来 啊朋友 今天我带红果子来了 霸王龙还没说完 宝片龙就在快到岸边的地方 咕噜咕噜沉下去了 噗通 霸王龙不顾一切 跳进海里去救宝片龙 哗啦哗啦哗啦 在宝片龙消失的地方 他咕噜一声浅下去 夜里的大海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 哗啦 霸王龙抱着宝片龙冲了上来 宝片龙满身都是伤 都是被海里粗暴的恐龙咬的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家伙 霸王龙抱着宝片龙走上岸上 宝片龙紧紧地看着一动也不动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他哭了起来 呜呜 我只有这么一个朋友 我想跟你一起吃红果子啊 口声传得非常非常远 How wonderful you are